这首歌唱完感受咋样啊 调哥 情感很浓 其实赤鲁川写的很多对大漠 荒颜 我从小在新疆长大嘛 那些东西耳濡目染 早已经植入你的骨头 你是挥之不去的 其实我最喜欢里边的一句就是 日时长 人俱短 杯酒一茶 我们西北一个陌生的酒桌 可以从两个人喝到二十个人 十八个是陌生人 因为地方很大 但人很少 所以人和人见面特别亲切 因为距离产生的这种爱 特别强烈 说实话 我觉得这个歌今天确实又震撼我了 它身上有那种 怎么说 非常天然的东西 就是可以把它每一个作品都写得 是如此特别 我觉得这些东西在马条的音乐里 完全就是自然 丝毫没有任何刻意的那种痕迹 就是我做音乐的时候 其实也不愿意用所谓的这些特色乐器把它放进来 一表示我躲不西北 因为这个气质在你身体里 它一出来就是那个样子 无需过多地去粉饰它 对 他写得真好 我觉得上来的那个大小调的那种关系 我几乎没有见过任何一个人可以写出他那个跨度 有人总说民谣很简陋了或者不太讲求什么 那就听听马条的这首歌 他们真的是误解了 对 对 谢谢 我实在是太喜欢条歌了 谢谢 谢谢 因为就是它是一场比一场让我喜欢 而且一场比一场让我意想不到 就上一场我觉得已经很炸了 已经很燃了 但是这一场这个音乐一出来之后 完全想不到 而且它在舞台上我就觉得特别特别地吸引人 会目不转睛地盯着它看 因为我觉得除了它的音乐本身传递出来的那个能量 还有它表演的那种不羁的一种状态 我觉得特别有感染力 所以就真的很喜欢很喜欢 谢谢 因为 因为这我知道 因为就是上一场它也是 那个 就是谢谢你 我不知道说法 都在歌里了 我最后再来看一下条歌的那个问题 天涯尽头的故乡 是你思念是喝酒的理由吗 是 是 我的妈呀 俩酒鬼呢 好 我问一位那个好妹妹吧 刚才你们也唱了一首漂泊的歌 是 想家的时候我肯定会 可能更多的选择我是会买一张车票回家 其实我们那顿酒相当于一张车票或是一张机票 是 我就觉得这个 大家在这种情感面前肯定是 就是去拥抱自己的那个感觉的 调哥 调哥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体感我理解的是肯定是的 而且 我认为顾湘之所以是顾湘 是因为有牵挂的人和回忆的往事 所以顾湘才有意义 好